今年跨年晚会,许多人戴着口罩看焰火,焰火带来的空气污染有多严重,以澎湖为例,马公在午夜零时至一时,下午二,午气悬浮为例,从23维克飙高到447维克,下午时悬浮为例,从66维克狂升到663维克,环保署表示,其余县市释放焰火周边空气品质一定也很差, 只是澎湖侧站在焰火释放区附近,可以测到准确数据,环保署金资处长张顺青表示,连续三年澎湖在跨年晚会释放焰火时的空瓶数据都非常糟,前两年在午夜过后下午二,午有二,三百多,今年更标破400维克,但一小时以后降回23维克, 他说,台北101焰火长达360秒周边的空污一定也很严重,不过是短暂区域性的,且距离侧站远,无法测出当时确实的影响程度,因空污污问题严重,桃源市今年不释放焰火。 全台湾空气品质方面,由于今天上午只有高频空品区,京、马、澎湖等领导的空气品质指标在红色,对所有族群不良的警示,北部及中部回到黄色的普通等级,花工良好,环保署预估北部也将逐渐由黄转绿,上午7时第二级防治指挥中心已经解除。 张顺青表示,还处在红色警示的高频市,昨天进外卖,还吹进内陆滞留,没风可以协助扩散,靠山边的美农,屏东,潮州下午2,午现在大约80维克,旧,高雄市区维持50-60维克,云嘉南20-30维克,烧部分40,它只出现在吹来的风是干净的,北部地区稍微渴望转绿灯,明天发布, 其大陆冷气团减弱,空气品质就受到本地污染的扩散累积。 空保处长蔡宏德表示,中部及南部的火力发电厂仍持续降载,马工在午夜零时至一时,下午2,午气悬浮为例,从23维克飙高到447维克,下午10,悬浮为例,从66维克狂升到663维克,突鞋自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。 分享